我是道道理蠻厲害的 第一次提... 其實在我們道道理部分 提出了所有意義 只是希望往事更適合你提出 一開始主張說 斷層 道道理先提出來 空地 道道理先提出來 包括製造權 包括所有的 唯一的目的 只是希望說 這一塊廣實 好不容易的一塊地 蓋出來讓大家 生活品質更好 是不是 好 那我想這樣子 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回歸 住宅區 可不可以做第八類租所使用 應該可以嘛 光營住宅 放到那邊去 那然後呢 我知道你們現場在哪裡 其實你們 其實市府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事故以待 他不會還平 他們已經告訴你 他們目前只告訴你容積率 我今天在這裡告訴你們 他們的高度有多少 29層樓 信息 那然後你想去思考一件事情 29層樓的時候 要萬一降低一些 那個 我們那個社會福利用地的時候 其他 公營住宅部分 放到商業區去嘛 商業區我記得是432吧 蓋滿嘛 到時候中國裡的禮民們 不要說 哎呀對不起你蓋那麼高 我看不到101啊 你要還我101啊 齁 是很氣 為什麼很氣 我想在一個會場裡面 我們最主要是把我們 把我們的想法 告訴官員們 也拜託官員們能夠接納我們的看法 那我想說 那個 這一個 那 對啦 那還有就是說 那個 我們一開始在56年規劃的時候 原本就是 原本就是機關用地 要是萬一說 這是李明曾經提出來的一種說法 是不是可以回歸到 萬一公營住宅可以設在 設在現在所謂商業區裡面 商業區也是引起到第八類組來使用的時候 是不是回歸到56年的情況 是不是 呃 或許 第八類組就是那個 包括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有一些用地的使用是嗎 齁 那然後 我想 我想這樣子齁 因為整個高度也告訴各位了 各位去考量 中國你們 不要一天到晚什麼簽署不簽署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 不要跟我講說 唉呦 還我101的警官 好不好 好 謝謝 以上請三個問題 我們三個問題一次回答 好不好意思 剛剛有提到 民政局的這個 按照 我哭了 我聽說